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李淑宇叫做 年輕人如果沒鄉上 吃老就不太用 你有覺得我們台灣的李淑宇 實在是很厚名的 還有兩句話就可以解決了 還有阿雲 年輕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點懵懵懂懂 所以老大人就會把我們帶路 就會跟我們說 他以前嚇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更多 所以他會把他的人生經驗分享給你 因為你要不要嚇過那段日子 所以他就會提早跟經驗跟你說 你不能想沒關係我跟你分享 但是你如果不想聽話 人家就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就是這個原因 他不是說以老賣老 他只是在跟他人生的經驗 先跟你分享 你如果不放心我先說給你聽 但是你如果還不願意去做的話 吃老一定會不太用 意思就是說 千金難買早知道 對吧 你吃老何必再來收這個褲 以前人就給你提點 你現在等到吃老的時候說 我以前是聽某某人的話 某某前輩的話不知該有多好 就像楊麗花外恩師 他經常給我提點一些事情 就是因為他已經走過那段 用網路或者是說他曾經經歷過了 他把他的成就或是 他經歷過的事情跟我們分享 我們就要吸收 我們一定要多多採納前人的意見 多多採納前輩的意見 這樣就會變成年輕人不享受 吃老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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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奄良 rose GS Kab Wrath